大人 大人 你别打了 我丢你了 大人 我丢了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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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丢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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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 我还没见过 敢躲太后降罪一旨了呢 家伙你快救救我 家伙 我丢你那点心里 我丢你同心 大人 你饶了她 太后一致 小周氏以下犯上 谋害嫡妻衰败价 长醉武士 这还欠着二十五下呢 大人 您这武士长下去 他这脸就废了 我这也是 禀止犯事 大人 请将这下 大人 大人 喂 喂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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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在下东西 没有烧到您吧 大人 大人 快救郎主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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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郎主 我要见太后 我要见太后 沈家果然如太后所料 动起手了 伤着你没有啊 谢大娘娘光魂 努必是自己摔倒的 有分寸的 你个老八头 是 威北将军沈从兴 私德不休 内围不端 商律法行典 害人伦礼法 巫图陛下徽勉 大人 当严惩不待 本是朕做的大媒 如今 是朕的故事了 陛下乃天下公主 便是要张家血沾沙场 以命死搏 而郎们都不会皱一下眉头 陛下义之所向 文武眷风所指 便是臣子应尽的本分 何况儿女婚嫁之事 陛下修为为妇人 哭啼所饶 张家呀 真不愧为师三朝的老臣 这种挤兑的话呀 也没有谁比英国公张老将军 说了更合适了 可这不是孝宗官家的话吗 你呀 嫩 瞧着孩子啊 我心里能安定些 当日若没有你在沈家 替我一律支撑 她恐怕都见不着今日的太阳 日后她要拜你做干娘才吃 不论怎样 我都一定要保你和孩子平安 听说那日你动了刀剑了 我那天一来将军府 见到你床前没有人 我都急坏了 我当时就想 就算是糟天雷劈 我也要把人给你抢回来 行了行了 都怪我 不说这个了 你这肚子你还有人呢 一定要注意才是 我们全家 都感激你的恩情 那沈家呢 沈家同你家侯爷素来交好 只会更感激你的恩情 我不是说这个 我是说 将军 有没有 她倒是日日都来 只是 我不想见她 就连太后大娘来带我 都比她好些 太后 太后不仅亲自来看了我 还狠狠责罚了小宗氏 听说打了几十个嘴巴 脸都破了 可将军倒是把她娇养起来 请无数棱终去看 太后 停轿 好 怎么办 怎么了大娘子 怎么了大娘子 转到去宫里 去宫里 现在呀 我们是宁远侯府顾家的盛夫人 特来拜谢皇后赏赐职 请稍候 小宗氏确实混账 可是 太后大娘娘 已经赏了她几十个嘴巴子 又把她幽闭起来 我瞧着也够了 娘娘 不瞧着大宗娘子的面 也要瞧着国舅爷的面啊 如今汴京那些老门户 还是不依不饶的 究竟想怎么样啊 我瞧着大宗娘子的面 难不成竟要陛下和娘娘 向他们低头不成 姐姐 陛下已然已经退步了 说只称皇考不追时好 说他们也没有令陛下的情 反而步步紧逼 现在迟着你也得他们受伤 小段将军 每日还要去衙门府回话 徐妍姐姐没派得出人来 再这么一退再退 我们可没什么退落了 这天下哪有皇帝和皇后 向臣子们低头的道理 师父说得累 辛苦你们 替我想的一天都累了 散了吧 回去歇歇 去吧 去吧 圣诞娘子 身子可还好 切实一切都好 特来感激娘娘恩赐的 多般真品 那些都是小事 是 你家官人去巡言了 怕是不放心 你一个人在京吧 太后一旨 赏了小邹市五十个巴掌 打了二十多个 我弟弟忍不下去了 拦住了奉旨太监 争夺之时 奉旨太监摔下了台间 伤了一片 好 坐下说话 他们当初 在你家大宴上 闹出事来 亏你容下他们不说 还去劝解张事 可这好日子没几天 这又闹出事了 今日你若不来 明日我也会宣你 过来说话的 既是大娘娘的内官出了事 大娘娘可有说什么 大娘娘 倒是体恤陛下 也没有说什么 你家部侯 始终有无二之人 每当危难之际 还总是能身先士卒 为陛下分拥 娘娘这话 切身惶恐 为君分忧 本是为臣的本分 但这次侯爷 不光是为了替陛下 也是为了替沈将军 和段将军 替他们 侯爷陪着皇王去南边 除了宇宙一路 跟随的那些旧臣 陛下不放心 将皇王的安慰 托付给其他人 不错 如今皇王方到江南 就已经遇刺两次 幸而你家顾侯 一粒抵挡 什么 您不知道 我 快坐下 小心肚子 借慎身怀六甲 若是有第二个人选 都不愿意让家里的男人去博命 这是妾山的自私之言 望娘娘提醒 陛下心服牺牲 若不是不得已 也不会让顾后离京的 如今 若是在失去英国宫 伤了汴京的心 那可真是势单力薄了 陛下已得天下 毕京图治大有谋略 总不能和汴京那些老臣 一直僵着 陛下当初定下 沈将军与张家的婚事 不就是为了 跟汴京那些老臣们 融合为一体吗 那如何为之 臣妾所言 怕是冒犯天家 叫你留下 就是让你说话 说吧 三国时期 曹操下令 若有军事越马良天真 皆斩首 曹操自己的马匹上京 冲了麦天 虽主部不敢刑罚曹操 可曹操依旧割发带首 自作处罚 方有从者如云 前朝郭子一侄子 郭爱娶了公主 婚后争吵 大骂公主 引下犯上 何等大罪 公主回宫告状 唐代宗怒斥女儿 仗势欺人 直言 郭子怡可做皇帝 方有郭家 死心塌地 明白 你 你 你当真说的这番话 你胆子也太大了 少有差池 并会引火烧身的 娘娘宣了那么多人进来 偏偏没有宣召我 若不是她厌弃我 那就是 她想另找时候宣召我 听听别的话 我到了店里 他们都说有一箩筐的言语 就我 没有说两句 可是到了告辞的时候 娘娘偏偏只留住了我 所为何来 就是娘娘觉得他们说的那些话 并不管用吧 既然你这么聪明又见地 那你说说 这场风波何时能量 根是从沈家起 平也是沈家平 淑王尊亲一事 虽得了一半权势 却也失了大半人心 此城危急存亡之囚 绝不能让联衣翻成波浪 若在库尔大直 那这东京城 只怕是风雨飘柔 只怕是风雨飘柔 谁能想得到 你如今在这儿 可议论朝政 你若是男儿在官场 绝不逊于你父亲和长派 祖母这话 听着像是在夸我 实际上 您是在夸您自己吧 我怎么夸我自己了 我从小在祖母身边长大 才变这么聪明的 您不是在夸自己吗 孙女可从来没听谁 自己夸自己夸这么肉麻的呢 你这个小胡孙 好 伤钱到我头上来了 你看 你看 娘娘 您都做了一夜了 再过一会儿 各宫都要来请安了 娘娘不如歇息一会儿吧 宋嬷嬷 替我宽了外伤 卸了招款 哎 那奴婢去跟各宫说 娘娘今日不适 免了请安 不 不免了 让他们来 让他不开 让公主 娘娘 去把我那顶 撤了 我大猪的奉冠 拿过来 去把我那顶 娘娘 送去英国公府张家 告诉他们 沈家抬举小走势 都是我的过错 曹操割发戴手 请他们收下保住 便当是我的赔罪 娘娘 肯定是皇后啊 朱香 卸了我的差环容装 我们一起去给陛下赔罪 是 你们都起来吧 给陛下赔罪了 可陛下从也没说过什么呀 沈家惹得慌 当然要沈家来拼 我要你亲自送去 是 是 好 再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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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臣的奏章是否看过 太后身边的进士人员 是奉了一旨前去的 沈将军竟将人给打伤了 凡此种种 朝廷上争论也有七八天了 不知陛下打算如何处置 朕放在心上了 陛下 太后已经开始进宫了 陛下却迟迟不能决断 您是想训司王法吗 难道陛下忘了登基后的宏图大业 忘了边疆的兵族将士 忘了沦陷敌手的故土吗 大象说得严重了 老臣为陛下争先淑王称亲大使 以背负了无数的奸命骂名 但老臣无惧 无悔 老臣是为了朝廷的前程 今天陛下 今天陛下若为了外戚寻思 放纵极业自毁朝纲 那老臣照样不能答应 陛下宏图大使 王后欠周家是私情 沈将军欠英国公事国情 两者怎能相提并论哪 罪负审视 约束倾券不利 特向陛下请罪 能有吗 能有 罪负审视 约束倾券不利 特向陛下请罪 罪负 陛下 臣妾坐有昆宁殿 就未行昆宁殿的规矩 臣妾 愧对陛下 愧对祖先姬业 愧对太后教会 也愧对英国公一干老家 陛下 您触罚臣妾 臣妾甘愿受罚 皇后 是朕的皇后 是同朕 引起从宇宙熬过来 皇后的过世就是朕过世 皇后请罪 就是朕该请罪 我们一起去向太后请罪吧 我们一起去向太后请罪吧 咱们天朝自开国以来 从来没有皇后这样 这是什么里面都给听慌了 皇上这些日子 一直卸在她宫里 你丝毫没有讲罪的意思 昨晚训斥了 你听见了 你看见了 这不都去请罪了吗 陛下定是对她厌弃了 你见过谁家的皇后 很像臣子低头认罪的 又有谁家的皇后 肯扑于前庭的 她这叫自会颜面 敌得不能再敌 这事闹出了这么多天 她一直挺着 皇帝挺着 我才有机可撑 谁给她出的主意 让她去请罪啊 她竟学会了这一手 纵然她过了陛下这关 可是陛下心里中了刺 敌后不合 办事好办 大娘娘 什么事儿 陛下跟皇后来了 陛下陪着皇后来了 不行 你赶快带她去内使毕 陛下请您出去 怎么 请我出去 儿臣赵宗全 儿媳沈从英 儿媳沈从英 叩请太后庄安 策兰向太后请罪 来 威北将军沈从英 为护妾室 鼎庄太后进室 儿臣赵宗全 儿媳沈从英 特来向太后请罪 儿媳沈从英 我们的秦宗全 补兰向太后行 快快快 快起来 快起来 皇帝 起来 快起来 快起来 皇帝啊 何必如此大礼啊 倒是把老生给吓着了 咱们母子乡里 都是为了江山设计 有什么罪不罪的 皇帝 你可千万别听别人的挑唆才是 威北将军沈从心 宠妾灭妻 仗则二十 罚奉一年 闭门思过 小妾邹氏 恃宠而骄 以下犯上 太后一旨 掌嘴五十 耻夺赤锋 幽必漏氏 不许侍奉 邹楚 寇留太一 致沈家主母张氏难产 仗则三十 赔付英国公府前一万贯 冲作张氏私产 臣将军 接旨吧 对臣 审从心接旨 叩谢皇恩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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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封唤我哥哥吧 大人 哥 封明 侵占百姓田产 手上一条人命 内里已经盼下来了 流水西南三千里 国舅爷 您多保重 恭送天使 姐夫 姐夫你再救救我哥哥 姐夫 我哥哥跟姐姐一起长大的呀 来人 来人 你抱他骑过马的呀 你忘了吗 来人 让小娘扶下去 姐夫 姐夫你不管我了 张嘴有劲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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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看来我死去姐姐的份上 就咬了我妹妹吧 姐夫 姐夫 姐姐 你看见了吗 你天气大了 人都没有了解 你给了闹茶凉 姐夫 你小心他有了心情 快点儿子 快早就把你忘了 她 女儿啊 你若是不想回去 我们就去秉明官家 你都这样呢 没有回头呢 孩子 我和你爹爹 已经盘算过了 就说你经过此一遭 已经大彻大悟 秦云看破红尘 到山上做盗孤去 我和你爹爹 再到沈家去安抚一番 就说 就说你虽然皈依先宗 但是我们和他们 还是世俗的亲家 这样一来 官家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你在道观住几年 等这事过去了 再让孩子在道观里哭几次 就顺理成章 把你接回家来清修 我们一家人还能团圆的 孩子都等好了 唱戏的角 怎么能够登场 爹娘养我一分 难道我就不敢杀出去 他想要什么 认识 我吴并不敢杀出去 你们不敢杀出去 呢 不敢杀出去 我才没有声 看在那里 谢谢 谢谢 里边请 里边请 娘娘 奴婢亲眼看着八位国公大人 都去了国舅家里 建院的去了一半 没去的离也到了 五官几乎到齐了 文官有一半没到 可家眷到了 你是这些没心肝的东西 他们 他们竟然都去了 有什么稀奇的 你见过哪个皇后光着头 素着衣 在店外边跪着请罪的 又有几个人 能收到皇后 奔冠上的顶珠做赔罪的 这些老臣子 老人们是越来越少了 你们俩的老板 干什么都快出去 你们要什么资格帮我 你们 你们滚 放开我了 预认 郁晨 预认 看我啊 要不是我姐姐 你们两个脑都不知道 死哪儿去了 你就放开 不然不意地给我东西 这人都不知道 谁摸的啊你俩 这这叫谁摸啊 张老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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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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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来 来 是你 是你让彼星月走的 你有什么气 可千万别在这个时候 砸了一个个的场面 妈 我知道贫姐姐顶装了太后 她罪无可赦 可是有什么法子能救救她吗 大嫂嫂对我们家 我 如今算是好了 三个都保住了性命 若再纵容下去 怕是要吵架蔑子 可是哥哥 为什么自从入境以来 总是我们家步步错 处处错 你在你福建家还好吧 她没有因为我们家的事 为难你吧 有 哥哥 你看这屋子 拼尽你是被生生拖出去的 苏婆婆她就在好狠心的 我 我 我先告辞了 你不许走 就是因为你 我姐姐留您说话 你走的第二天 她那边下了旨意 你住口 你摔手走得干净了 我嫂嫂怎么办 看来我是把你也做了坏了 哥哥你是不是忘了嫂嫂了 我 沈将军 我 将军 爱之事足以害之 爱之纵更是杀身之祸了 您是从当初就错 我是一步错 步步错 将军得了大富贵 又有服侍邹家之心 却因为对三姑娘 一直视之为亲妹 犹豫不决 趋势不肯迎娶 此乃第一错 既不能取为正事 那将军就该代之以亲妹之礼 给她好好找个人家 但将军 去那亲妹为妾 这是第二错 你懂什么 我哥哥是有苦衷吗 他是为了保全邹家的地位和富贵 我们前邹家的情 是怎么还都还不完的 所以你们两个 包括皇后娘娘 都不能立行约束邹小娘的言行 这是第三错 皇后下的决心 不痛吗 痛啊 可是痛也要下呀 也不光是为了现在 更是为了将来 将来 你是说将来还往的 那我们现在做什么才好 我们不做什么才好 一来 皇上还是要重用沈将军的 其二呢 既然两家不合理 那英国公府 就不会真看着将军出事 倘若以后 所以将军只需在家修身养器 陛下未来还有重任要脱补给将军 你说了这么多 可是平杰爷怎么办 他已经被带到庄子外面去了 他还能回来吗 他可不比我大几岁啊 你侄子 沈家低长子 也十三岁上了 还有两个妹妹 一个五岁 一个七岁 那又怎样 又邹小娘在 那张家大娘子 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敌务 家中子女 若是被妾室抚养长大 就这一条 那些门当户队的好人家 就要退避三舍了 你侄儿 能承徐爵位也就罢了 可你那两个侄女呢 那可都是要外嫁的呀 那才是你大嫂嫂的敌亲骨血 若她地下有之 知道自己的孩子 能落得一个好结果 她得多心疼啊 沈大嫂嫂 好病苦啊 你好好痒痒 你也去点注意点 对 别有点小心啊 姑娘 姑娘 你快回去看看吧 老太太不成了 怎么了 老太太晕过去了 郎中只说是病了 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到现在还没醒得来 快去拿我的鸣铁 去宫里找太医 是 上午还好 从下午开始就闹不住 老太太起先不让请郎中 可刚摆上饭 老太太就晕死过去了 姑娘你有这身孕分是不该来的 可我想着 老太太是最疼姑娘的 只怕有个万一 定是要见姑娘的呀 姑娘 你说这个怎么办啊 太医 家母这究竟 怎么着 老太太得好好调养 屋里不能带太多人 葵 葵 莲大人 借也不说话 有没有 最后 快走 小心 请 请坐 先生 家母到底是怎么了 这 不好说呀 太医您尽管说 我家用什么药都舍得 总之 如今暂且晚着 我们俩好好调养 先生 妙手啊 让先生费心来 若是需要什么 先生尽管开口 毕竟无知所能 大人孝心 何感天地啊 先生 祖母身体硬朗 一直都好好的 怎么忽然说病倒就病倒了呢 太医 您觉得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么晚找了太医来 你十分讨扰 你怎可无理追问 太医自有计算 不妨事 不妨事 医者父母心嘛 老太太年纪大 康健自不如年轻人 身子骨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这 医师也说不清 哪里出了毛病 得再慢慢看 说不清 就是年纪大了 预备明儿一早再去报你 谁知向人这么嘴快 连也就把你给叫来了 倒显得我们不会照顾似的 少说两句 孩子也是一片孝心 你还说嘴 我说什么嘴吧 大人 你照着这药方煎药去吧 好了 祖母如今虽稳住了 但还未醒过来 只盼太医您能多留意 也好叫我们安心 倘若祖母夜里又发作了 我等张簧失措的 只怕耽误病情 正是如此 还望先生多费心些 我们这行 半夜被叫去是常事 大人尽管放心 我住下就是 那就多谢先生了 多谢先生 太好了 宁儿 没什么事 你就先回你那边吧 若是有什么 我使过人过去叫你 不 爹 您今晚就让我陪着祖母吧 也好尽尽孝心 行 那您就留下吧 晚上我替母亲守夜 免得夜里病情有变身变无人 爹 您明日还要上早朝 天色也晚了 您和大娘子也早点回去歇舍吧 高假一日也不算什么 您年纪大了 有事弟子扶其劳 祖母这儿还有我呢 您是家里的顶梁柱 家中若有大事 您还得主事大局呢 明儿说的也是 好吧 先生 让您费心呐 费心呐 怎么样 少苏 我同父亲说好了 夜里我陪着祖母 你还有两个孩子 就先回去歇舍吧 父亲大人就不来了 母亲大人也不来了 妹妹是有身子的 可别累着了才行啊 就是 大娘子就是只管放心 我们寿庵堂里头人手多 哪能真叫姑娘守夜 包管累不着 就是让老太太心安的 这 就此我也不须客气了 这有什么事 无论多晚都只管来叫我 生谢嫂嫂了 劳烦了 你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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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 您过去 谁来谁去 都必须要有名目人数 是 大人 您是沈家将军最信忠的 上次生产一事 也全仰仗您的手段 才保住了张家姐姐 我想 您必是手段好 心里也好 我也不跟您绕弯子了 我就想问您一句实话 您告诉我 我祖母究竟是怎么病倒的 老太太 的确病了几脚 自下午肚中剧痛 呕吐腹腺 身子是不是抽搐 不像是生病 这 这 是 不像是生病 是吗 明鉴 不像是病 像中毒 我 我 我 不像是生病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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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母今日吃了什么 喝了什么 穿了什么 老太太 今日只吃了早饭午饭 用得不多 剩下的都倒了干水桶 线下都还在 其实那味道 这还是 在能厨房做的那些 姑娘你知道 我们老太太尊道数十年 从不贪食贪量 每一口都记着的 这厨房里头 也都是些用了几十年的人 身家性命都在院子里 那 那还有没有什么别的 孤悟的 老太太年纪起来了 忽然喜欢吃甜的 居房斋一位经年的师父 做的风莲子酥经里头一绝 可偏这位师父年纪也大了 每月只亲动手做两次 老太太每回都叫人等着去买 说呀 说下去啊 姑娘知道 全哥最听老太太这位太祖母的话 老太太说全哥大了该十里了 便叫她每日都去给大娘子请安 大娘子很是感激老太太 便使唤人天不亮 就等在居房斋门口 买热腾腾的果子 来孝敬老太太 所以 这次也是大娘子送的 可这都好几个月了 也从没出过错啊 爱好几个月 好 我这瞧着 应该不是她的样子 就没错了 不错了 我的雨 我这瞧 基本上 我这不是她的那么缝 什么大人 大人 好厉害的心机呀 您姓雅 什么 您姓克什斯 可银杏牙不可使 所以算起来 不是下毒 银针差不出来 然走 把银杏牙里 洗去枝叶 数十斤枝叶 变成浓浓烧血 便可质人性命 你还用得救我 亏得老太太胃吃下许多呀 躺着再多进行 便大罗身间也难救吧 便宜 眼下 您以药物催促 再以扎针提神 护着心机 随后才能以汤药去毒 那是还有的救了 老太太年纪大了 身族库不容年轻人壮士 卑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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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可小心自己的身子 老太太可指望你撑着了 夫人不必顾客 我定全力而为 为安全基建 我先去看看 老太太早午吃剩下的东西 我拙人陪先生去 好 身败大人吗 小唐 是有几扇门你知道吗 知道 前大门 后大门 前门旁的侧门 西边走车满的侧门 后头池子旁边花园的尽头处 还有一扇小门 冬月花园里头还有两个狗洞 嗯 你拿着我这牌 去咱们府里找托二爷一个人 让他们把这院子 从里面堵死了 一个人都不许放出去 是 你真是王八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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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是王八蛋 你们将我们会帮忙 你早就能帮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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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哪儿这儿 哎呀 我知道 六姑娘 六姑娘 昨天夜里我们房子来了好些吓人的歹人 把我们屋子围了 您方才说 我父亲要上朝 是啊 那就是说我父亲在大娘子屋里宣任了 如今啊 主君都在我们大娘子屋子里 我跟您过去 你 你这做的什么混账事 居然叫人将家里团团围住不许进出 烧有不肯的居然还打人 这事要传出去 咱们盛家在外头如何立子 这自己的女儿把家给围了 这是旷古奇闻哪这 父亲现在还惦记着面子呢 我还得上朝呢 您昨日不是说告假一日也无妨吗 父亲您放心 我已经叫人替您去告假了 就说家中老母亲疾病 父亲忧思如焚 在家侍候 父亲素来勤勉 从无一日告假 这事若传出去 人家也只会说您 至母至孝至纯至善 这对您的官生可是大大的有益啊 这么说也不错 可你把一家子都围起来 你究竟要做什么呀 防止府里有人通风报气 什么通风报气的 下毒 什么 这 你胡说什么呢 你这说老太太她是 这怎么可能的 这您家子这 这满院子都是您家子 这怎么可能的 不错 这里有毒 下了皮疏 倒不是皮疏 不就说了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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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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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太医说 若将这几块全都吃下去 如今祖母就在阎王殿里 阎王殿 最有趣的 是昨日中午 大娘子手下的人 去圣元堂 好药剩下的 说大肢想要吃 亏了房妈妈 觉得祖母实在吃得太少 怕她回头又要吃 便谎称吃完了 这才将这些留了下来 真是好心机 好算计 你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你为什么也这么看着我 当初那么多人还夸你 说你天不亮 就让人去给老太太 买糕点笑进来 你还想推托什么呀 别说 就 就凭区区几块果子 你们就想定我的罪 没那么容易 胭脂不是老太太身边的奴婢 起了胆心 想算计老太太 你个床才 那收完汤的人 跟老太太都几十年了 为什么要下这样的主手 说不准是老太太 面天辛苦 暗地里刻在下人 下人怀恨在心哪 也没准是那个什么太医 自己瞧不好病就忽然诊断 忽然说一气 那不妨事 咱们在京城里头住着 皇城里面讨生活 咱们可以多请几位太医 来瞧瞧 这祖母到底是生病了 还是中骨肉 吴上 这是丑事 你昨天让那个太医来查问 此事 现在想来这已是太过鲁莽了 这要是传出去 咱们圣家还有什么脸面呢 你这会儿 你更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父亲您放心 这位太医办的事可多了 口风严谨 那 这请庞的太医 果本没这意思 这不是大娘子信不过如今 这位太医吗 你还不认错是吧 她 她就是年纪大了 她贪嘴吃了生牙的白果 身子不好 你们就拿这几个糕饼来污蔑我 要我认 除非我死 圣红 你们父女俩当我 当我娘娘死绝了不成 大娘子 你也用不着寻死觅活的 您若觉得我和父亲说得不公 咱们大可以上公堂 让福音审一审 这不就成了 你个死丫头 你不要脸 圣家还要脸呢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将此事捅上出去 我打死 倘若父亲真不想让这件事情闹大 那就请好好劝劝大娘子吧 你 否则我就一纸状书 递到有丝衙门去 再不忍 父亲 您就将证据和祖母都藏起来 让我告无可告 你敢 你敢 我孩子 我 我知道你想替你的祖母出气 我体谅你的用心 可咱们一家子骨肉啊 干吗要把这个事情闹绝呢 咱们关上门慢慢谈啊 查清楚了 我绝不姑息 一家子骨肉 爹 这一宅子都是骨肉 都是至亲 唯独除了祖母 父亲 您和我是父女骨肉 我和兄姐是手足骨肉 大娘子和嫂嫂 生的是盛家的骨肉 可是祖母 祖母她没有骨肉 父亲你也不是她亲生的 大哥哥 大姐姐 还有我们几个 都不是她的血脉 大娘子有娘家人出头 和祖母呢 祖母当初为了您的前程 不肯让娘家将数女嫁过来 被娘家赠悟 她是为了咱们盛家 与侯府断了关系的 这下毒的人 也是料定此事 于是夫妻心里就想 是啊 咱们盛家如日中天 怎么就能为了这点小事 就 就闹发了天哪 对吧 你 你怎么打侯爵夫人呢 不补力不孝的东西 不想打便打 我昨日夜里 将咱们这院子里堵得 严严实实的 你以为是为了什么 你意孤行 你可想到后果 什么后果 还不是您的面子 您就为了您这面子 就跟我小娘的死一样 怎么 您现在又想将这件事 大事化小 矫事化了了 我养着这件女儿真是有能态啊 努力生父 我告诉你 从今往后 我没有这样的女儿 我早就想明白了 我早就想明白了 从今夜以后 就算您不认我了 就算我将这全家都得罪干净了 将来再也无娘家可依 什么尊贵荣耀 什么官人告密 我全都不要了 我就要一个公道 我只要求还祖母一个公道 疯了 就疯了 现在就两条路 要么 大娘子 您赶紧把这事的事 交代清楚了 要么 我就去江东文谷 去开翁府明冤 你们看着爸爸 你 管人 管人 到了这段前递了 也没有别的路 你若还不说出实情 那我就只有一纸修书了 我大不了得罪了王家 从此不再往来便是 你 你 你疯了你 疯了 狂呗 你 你敢 你敢忤逆尊者 您只管去官家面前 跟我忤逆尊者 除非您能走出去 我来不问 我立刻就冲 管人 管人 我把王家一直对你很好的 管人 管人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告诉你啊 太医已经 已经有了诊断了 那果子里是下了毒的 那都是你你崴的 指这三样 这死丫头 已经让你的命都 攥在手里了 王家怎么了 王家 你谋害婆母 你便是公主 我也得休了 他 我父亲被想太妙 你敢凶我 大娘子 您别倔了 大娘子 再不说实话 白哥和两个犬都得交连累了 你若有个好歹 两个犬没法再夫家立足的 还有白哥如今的师徒可真好啊 我倒是忘了你刘妈妈了 你是大娘子的心腹 如此要事怎么少得了你 当年老太太吩咐 呼吸康娘子在上门 我这种做奴婢的也觉得极对 我原是王家来的 可今日也要说上一句 可娘子这位大姐姐 是越来越不成样子 我也时常劝说别再与她来往 可大娘子 她念着姐妹情分 总是不肯听 眉眉与康娘子说话 还把我打发出去 这么说 刘妈妈您全然不知情吗 王才在窗外听着 也猜到七八分了 姑娘不也是心存疑惑 几个劲了让大娘子自己承认吗 否则 凭着太医的说法 和这碟子糕病 姑娘昨夜就该发作起来 如今该商议如何处罚 而不是来逼口供 满屋子就你一个人明白 我倒是佩服你了 王家把你送过来 也真是用心良苦 牛姑娘 我自小就不是大娘子 她的性子 我是再清楚不过 虽性极了性 可也是个直肠子的 她哪里想得到什么隐性 什么直水的 阴毒算计人的法子呀 姑娘 你不也正是因为疑惑这一点 才一直让大娘子 自己说出实情吗 她这话说的也不讲 我这个大娘子无论做什么 都是明火执杖着来 她哪怕是知道了这银杏眼有毒 她又怎么可能知道 这牙汁能提炼成脓汁呢 这得是用心钻研的人 我从小就跟着你了几十年了 我哪次不是全心帮你护着你啊 你就说了吧 反正就是想冤死你 你就说了吧 不为着旁人 就为着咱们的哥和气儿吧 姑娘 就是我那 我那狄青大姐姐 康娘子 她 她说我让老太太治得死死的 动辄赤 赤色处罚 如今管 管家的权都没了 而媳妇都能带到我脸上来了 实在活得窝囊 别 别老太太身子鼓硬朗 我不知道要熬到猴年马月 所以 所以 所以你们姐妹俩就合起伙来 要毒死老太太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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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 我 我不敢 我真的不敢 我 我 她 她说 她说 只要老太太身份虚弱些 三不五十地缠绵病塌 没笔气管车管道 我就能当家做出了 糊涂 你真是糊涂 你个蠢祸 我姐姐说那果子没什么事的 昨夜太医不也说病情稳住了吗 我怎么都知道 大娘子 你真是糊涂啊 你有没有想过长白哥哥的儿子 您的亲孙子 他可是时时都去祖母那儿玩耍 他 若祖母心疼他 真败一块给他吃 那全哥 如今还能有气吗 那 他 他是我亲姐姐 他不会 他不会的 那是大娘子你的孙子 又不是他的孙子 他哪里会放在心上的 就算全哥出了什么事 难道大娘子还能去 与他对质不成 只有他拿捏你的份 他就等着祖母王顾 大娘子您执掌全家 他握着你杀婆母的把柄 要你给什么你不给 办什么事你不办 你办不了的事情 他自然逼着你 去找长白哥哥去办 给不了的东西 他让你找华兰姐姐去要 到时候 大娘子和咱们盛家 不就被他随便拿捏了吗 我吃剧油 什么人了 救命 快来人了 来人了 快来人了 我给我张嘴 快 楚二爷 这管娘想钻骨洞出去 你这是干什么 快把他放开我 进去给姑娘看看 快来 快 走 出去干什么 你 你是我解决的人 冤枉啊 大娘子 我 我是家中有急事才想走 有什么急事 我老娘病了 朱军 老太太病了 您着急 我老娘病了 我也急 你放屁 你老娘两年前就没了 我还让刘妈妈给了你五两银子 做搏金呢 是 是 是干娘 干娘也是娘 大娘子 你还不说实话 你再不说实话 我就找人来把你打死 拖下去算数 你怎么找人 不能外出 我可没那么多想功夫 祖母要吃第二遍汤药了 既然父亲怕惊扰旁人 托二爷 是 他不肯说实话 请二爷想想法子吧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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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扛娘子 就是她 是她多给了我一些银子 叫我爸府里的事告诉他 前日他来福州和大娘子姐妹 相见说了半场话 我已经要多给了些 然后无论有任何风筝 嫂子 立刻报给他 这是吃里爬卖的东西 托二爷 你把他看管好了 托二爷 不要让任何人接近他 也别走失了他 是 好了 这不了 太阳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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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您线下知道 我为何要丰富了吧 此事若是昨日在现场发作 那就是自家的内鬼 通了外贼了 那此事既然是康家的祸事 你就别怪你低谷了吧 是啊 是啊 我真的以为老太太只是病两天 父亲您想好后面怎么办了吗 后面 那自然是有劳太医多多操心 好好养护老太太 既然父亲您没想过后面的事 那我就替您做主了 刘妈妈 这次辛苦你了 还好得住了彩桓 没坏了事 就烦请您 去一趟康家 把姨母请过来 康家这个祸害 还让她来干什么 您就只管做出神似慌张的样子 就说 祖母挣扎了一夜 如今终于不行了 大娘子害怕极了 特请姨母过来相助 出出主意 帮把手什么的 这 这祸事都是她做出来的 她怎么会肯来 她怎么不肯呢 她好不容易办了这么一件得意的事 还能忍住 您赶紧去吧 不然这套说辞就没用了 是 现在不能出路要出去 现在不能出路要出去 就行了 你们去做什么 我去做什么 去做什么 来 我去做什么 我去做什么 去做什么 去做什么 真便是 倘若事情属实 那康家 不 王家 难道肯把人交出来 想来 爹爹也不肯真的告到官府去 求个名正典型用 到时候总不能 咱们领的人打上门去吧 父亲 咱们家中积业做到如今 不容易 都是祖上庇佑 父亲升任四品 家里姐妹几个也都嫁得不错 二哥哥长摆 试图通达 三哥哥自打收了心 登榜指日可待 咱们盛家如此大好前途 难道要毁在 康义母这个疯婆子手上吗 你这话说得对 咱家苦苦经营 还有了这番事业 万不能折损 所以啊 就把人要过来 捏在我们自己手里 无论怎么处置 我们都自己说了算 什么 你还想怎么处置 你要了你这个姨母的命啊 爹爹您放心 女儿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我会把人提到外头去杀 我会把人提到外头去杀 你 你嫌那么乖巧的一个孩子 你怎么现在人口就是打打杀杀的 跟个夜茶一样 是啊 这是为什么呢 天哪 我们真的能为老太太在身边吗 这世上人与人之间 往往是看谁比谁豁得出去 父亲 大娘子 康家 王家 他们谁都不敢豁出去 可是我看 方才老太太又吐了一回 看着伤心 不过吐了以后 反倒是躺着安稳些 呼吸也顺了 她醒过没有 没有 待会儿太医回来 你们好生伺候你 姑娘放心 我们心里都知道 我 六姑娘 康娘子独个儿往大娘子屋里去了 你跟她怎么说的 我同她说 我们大娘子有心腹是同她商议 连我也不入房内 刘妈妈 辛苦你了 你是个真心心腾她的 不敢当姑娘的夸奖 奴婢只是尽心罢了 康娘子手下的人已经叫扣住 让正屋的婆子们看着呢 来了不少人吗 你真是料事如神 这次同宫跟来了四个婆子 门房处还有六个小厮 这四个中有两个 是王家陪嫁过去的贴身女婿 还有两个 是她信得过的管事婆子 怎么了 用壁纸是发觉 齐妈妈没有来 她是个要紧的 齐妈妈虽然年纪大了 却始终是康娘子最最贴心的 那也就是说 这要紧的没来 没要紧的都来了 这事有意思 尤妈妈 你再帮我去办点事吧 今日无前无后都没有人 足见你们是用心的 我们都看得牢牢的 方才只有康大娘子 进了大娘子的屋 吩咐我们都不许过去 你们是机灵的 两位大娘子自是有话说 可千万别寻找不安分的 非要听得一清半转的 反而害了自己 是 是 你姐姐的心 还难道是毕的 你到底是一条人命啊 我可是你每日跟我哭哭嘻嘻的 说你婆婆压得你都喘不上气来 还让你跪到屋门口 这会儿你倒跟我装起笑道来了 我 我只是想让她 想 想让她病两天而已 你想害死我婆婆 我还想害我 你好狠的心哪你 嚷嚷什么 嚷嚷什么 我告诉你啊 要是你下的 我手上可干净得很 你怎么来了 谢佳 谢佳谁也跑不掉了 说什么混话呢 他是说 你记忆落到了我手里 就别想撇干净了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还不快出去 我给你嫣母有事上了 嫣母好能耐啊 您是怎么知道白狗牙芝这事的 这孩子胡说什么呢 都把我弄糊涂了 不妨事 等下神问了 您就不复杂了 审问 你还敢审问我 瞧见你这庶女没 她还想审问我 你以为你今天 出得了这个门呢 你敢 把人带上来 我 刘姑娘 就是她 就是她 是她告诉我 说大娘子只丑害刘妈妈一个人 我这辈子也昏不出头来 所以 所以她就给了我一笔钱 让我做她的眼线 把府里大大小小的事都告诉她 大娘子 大娘子 我就是不甘心 怎么都撑不过刘妈妈 我就是不甘心 怎么都撑不过刘妈妈 刘姑娘 她是在盼灭我 手脚都备好了吗 都备好了 把这位娘子先带下去 好好看管 好好搜身 可千万别让她自己伤了自己 干什么 放开我 我好歹是你嫡亲的大姐姐 你敢让那件人这么对我 你包大海底来说都是我的事呢 如今想到姐姐姐妹了 你 我是官隽 我看你们谁敢动我 这两位妈妈 先头都是你王府出来的 你这样的人物 他们见多了 为什么不敢动你 你这个小贱人 你 我 我 苏家 两天都是 放开我 放开我 我是官隽 我是官隽 我看你们谁敢动我 这两位妈妈 先头都是你王府出来的 你这样的人物 他们见多了 为什么不敢动你 你这个小贱人 你 我 我 苏家 两天都起 放开我 放开我 我是官隽 我是官隽 放开我 放开我 你放开我 我 父亲可回来了没有 他来过一趟 气得要命 又回书房了 再过一会儿 我就让堵在门口的侍卫 都撤了 为什么 该拿的人 我都已经拿到了 还剩几个 也差不多了 咱们这家里老关着门 无人尽出 与往常情形大不相同 四林巧了是会生疑的 父亲还是最有眼的 你拿主意吧 大娘子 若这门禁一开 昨午病了的消息 还有康姨母 在咱们府里的消息 总是要流出去的 若康姨母没有被审出来 王家又出来要人 那这档事 可能最终 是会落到大娘子 一个人身上 若是再过一会儿 我也能查个以清而出了 也能脱去个一半甘心 我 我明白 我明白 若康家来问 就说 就说家里遭了贼 内外勾结 不但遗失了贵重物件 还精病了老太太 所以这才请大姐姐 帮忙来查找师母 得为大姐姐 一两日的功夫 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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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内贼呢 这总得有个说法呀 自然是采桓 不仅偷盗财物 还扮弄是非 咬乱内庭 一并发落 不仅偷盗财物 明蓝 采桓这贱人 是该打该杀 可他终究还提时候 就到了我身边 也跟了我十几二十年 打也打了 不如饶了他这一命 赶出去算了 大娘子 您想怎么办 采桓跟了我十几年 真是见他和刘妈妈 比你父亲都多 就是想要宠 想我多疼疼他 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你真要罚他 就让他去做苦意吧 大娘子 您将这几个哥哥姐姐 都生养得很好 我不相信他们是凭空 就长这么好 定是大娘子 您细心教导过的 小时候我曾问祖母 大娘子这脾气秉性的 您干吗要挑选他做儿媳妇 我祖母说 您总有千般的不是 但却有一个心软的好处 纵使给您把刀 您都想不到 要取人性命上去 但也是因为心软 所以容易叫人窜拖 您身边有王家姐姐 这样心地邪恶之人在旁 从我总是不放心的 大娘子将来若能明白 远离这毒妇 祖母还是要放心地 把这管家的交给您 也想让您白白做婆婆的款 一家人舒舒服服地过日子 就说我 别听见了 好 走 不 来 走吧 走 快点 黑咯 赶紧 来 来 来 快 来 走 来 我马上 七妈妈 我家大娘子不计事 已经晕过去了 全靠你家大娘子撑着呢 让我过来传信 多着几个心腹人过去 点名了 要奇怪似的 要我儿子 那我家大娘子 怎么不叫 他身边跟着的人来叫我 齐妈妈 那家里都乱成一团了 几个得力的 全在院子里头扎着呢 怎么走得拖呀 我是安置了我家大娘子 特地过来的 没多少时间了 快点叫上心腹的 赶紧走吧 等我家老太太发了丧 我们盛家 定然会多多地过来拜谢 诸位娘子和妈妈 你看这日头上 又要理好多事呢 这 这几个女士也得力 要不把他们都带上吧 你家大娘子说了 只要两位齐管事的 跑得就不用了 非得叫我儿子 行 去 把齐大管事和齐二管事 都叫来 我儿子 还说这盛家书香门鸡 一个婆子 非得跟我们两个大男人 举两碗手 可不是吗 还不错眼地盯着我们 真不规矩 快点 就等两位管事了 放开我 干什么你们啊 齐妈妈到底年纪大了 体力不支 外院的事 她办得也不如 你们两个做儿子的 所以我们主事的说了 拿她 不如拿你们 带走 放开我 我们是康家的人 你们身家便与我家大娘子不合 也不能挠我们出气啊 叫你说话才许开口 我家老太太病了 是你家大娘子下的毒 今日请你们来便说说这事 真人菩萨 一定是闹错了吧 这么天大的事 我们家大娘子怎么 你们家到底有没有人交啊 怎么听不懂人话呢 都说了 许你们说话才许开口 盛家就要与你们大娘子对质 所以劳烦各位 但凡跟此事有关的 一针一线也好 都请说出来 回头重重忧伤 这是让你们说话呢 这是让你们说话呢 又多哑巴了 又多哑巴了 我是从王家 跟着大娘子陪嫁过来的 王家对我来说 她是任重如山 我本身难抱 你们想用银子 让我诬陷大娘子 那是不可能的 瞧瞧 瞧瞧 忠仆 忠的值不值得还不知道呢 便是杀人满门的山带王 家里也有两个忠仆 带上来 这是与你家大娘子勾结的内贼 我手里人证物证俱在 请你们来 不过是想请你们说句公道话 请也是一句都没有 我老实说一句 你们家大娘子 别想再回去了 你想对大娘子做什么 你还有空想她 还是先想想你们自己吧 想想你们自己 还能不能全虚全伪地 葫芦各地回去 夫人 您要的人 刘妈妈已经带过来了 进来吧 宝贝 宝贝 你们这些小人 你们这些小人 你闭嘴 你闭嘴 生家你们这些杀千刀的 闭嘴 就你们说话再说话 认识他们吧 齐大当家的 齐二当家的 他们是你家大娘子的心腹 纵然你们刚烈不说 可他们只是外头半差的 却也未必能一口咬尽不说吧 徒二爷 就麻烦你了 将这两个人分开 一屋装一个 我想瞧瞧 到底是谁不想 全虚全伪地回去了 是 一日够吗 他们这样 就算半日 也是砸了我的招牌 是 是个忠心刚烈的 我想着 既然他忠心嘴硬 想必知道的也挺多的 这个就麻烦托二爷 您亲自照料 是 放开我 那边的话你都听见了吧 好你个小贱人 我算想瞧你了 没想到你们圣经门 还能出现你这好人物 你算着时间 若没有人察觉 我祖母就病痛而死 若有人察觉 嫡母手当其冲 若你受了牵连 总还有一通可扯 怎么着也得三五日 才找得上康家 你这个心狠手辣的东西 你当晚会有报应的 我 你以为你抓了几个贱奴 就了不得了 屈打成招 没有人会信的 你想让我招 你就做梦吧你 有本事你就对我用刑 我看你对康王两家 怎么交代 谁要你招认了 你招不招认 又有什么要紧呢 那你什么意思 你做没做 你我心里都清楚 我只恨自己 顾忌太多 念着圣家的情分 我若真能豁出去 我恨不得将你 三刀六个洞 倒掉在凉下 慢慢放干了血 叫你痛苦而死 然后套了麻袋 丢进乱葬岗 备狗了事 你想杀了我 你 你想杀了我 提起你 你我 你 我没有要撇干净她 我这个傻妹妹 以为把我供出去 她就没事了 没想到 她养了个狼崽子 动手吧 干什么 干什么 放开我 我走 放开我 你不想干吗 来人的失火了 来人的失火了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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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了你这个小贱人 把他嘴堵上 你别跟我出去 我好笑 跟你 辛苦两位嬷嬷嬷了 王府的手段果然了得 要防人自强自伤 这本是最好的法子 这原本是宫里传出来的把戏 专门用来对付那些 不懂事的贵人 每一两个时辰给他灌些汤水 吃食就不用了 拉撒就由他吧 夫人放心 我们一定小心行事 那份送到南门 好的 这份送去西门送到家 好 来 都先下去吧 怎么样 信已经寄出去了 用我娘家带来的那几匹黄蜂菌 就是那宝马 娘子放心 一人两匹罗华尔吉一定是最坏的 好 知道了 你先去吧 是 真神庇佑 家里横遭变故 忘官人快快收到信 给个决断出来 你 快收到你了 老刀 来 去看看 老刀 老刀 老子 心 康亮 王家来人了 康家呢 康家只来一个禁兽医 王家却来了不兽 行呗 孝行孝逃 就说 戏台搭好了 等我们去看戏呢 我去看戏 爹 你说奇不奇怪 康姨母一夜未归 康家不及 王家到及了 康姨父为何不来 照女儿看呀 多半是祖母 中毒的缘故 不过 爹您官室明了 不需要我说 您也能明白 此中缘由了 昨日还要吃人呢 今日就开始 宫贵起我来了 翻脸比翻书还在 我看你倒是个 混官场的好料子 依女儿余见 康姨父为何不来 不过是两种缘由 要么就是 康姨父知道了这事 却莫不关心 不愿意替康姨母出头 要么就是 康姨父根本就 不知道这事 王家更不想让 康姨父知道 爹 我说得对吗 那您不语 我就当我说得还不错了 待会儿 见了王家 您可以问一句 姨父为何不来 不过嘛 我估计我那静表兄 也只会说两个缘由 要么 就是康姨父身体不适 无法前来 要么就是康姨父身体不适 但是康姨父身 倒是这王家来人 想来不过是三种情形 其一 就是王家 不知道康姨母的恶行 麻烦 今天上门来 只不过是 关心祖母的病况 其二 王家知道内情 今日上门来 是要与父亲商量 如何放康姨母的一马 那第三个 有人心存不良 想将所有的事情 一概推到大娘子头上 推在盛家门里 如今王家的人 都已经在厅上了 女儿已经派人 将周围的奴仆都打发开了 不禁召唤 就算是房子烧着了 都不能上来 爹若想知道王家的意思 前去看看就行 为啥 女儿擅作主张 已经替爹爹 在朝堂上请了恩家 如今朝堂上的人 都夸赞爹爹您 孝心至诚呢 好奇 贤婿 你总算来了 小婿见过约母 见过约母 令尊呢 我父亲他近日身子不慎 王家出此不孝女 我真是没有脸来见你 也不请坐吧 母亲 母亲 女儿 知错了 出嫁之前 我是怎么教你的 你的好 行此秦首不如之事 王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母亲 女儿确实错了 给父母凶嫂丢人了 求母亲 求母亲 是打是骂都成 求母亲留下女儿吧 傻孩子 傻孩子 你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我宽佑你 留着你容易啊 可孤爷家 怎么说得过去呀 我宽佑你 好孤爷 她害了破目 实施罪过大了 你打算 究竟怎么处理呀 用岳母言下之意 此事 是我这个大娘子 一个人的错 不 不然呢 这么说 老太太您还不知道真相了吧 什么真相 不 秦妈 这儿 怎么有你 你怎么上厅前 听尊长的是非 母亲 这不是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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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 是 带上来吧 放给我 放给我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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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算来了 女儿被这么害惨了 她们生家亲人残身 女儿不如死了的好 我可怜的姑娘 自小到大 哪里受过这般委屈啊 我家高堂尚且挣扎病榻 我还没哭着 你们倒先哭在我前头了啊 不知我这女儿有什么不妥 做大姨子的 莫名其妙 被扣在妹子夫家 只是 着实旷古未闻 夫人 这位便是齐妈妈 是王娘子身边第一得力之人 是又怎么样 看样子 您老人家不大能干 就连您那两个儿子 也及得姨母重用啊 长队说话有你什么事 随意插嘴 这小娘养的不懂规矩 我也是小娘养的 若不是如今嫡母恩惠 将我从死里救回来 我还没这个福分 跟你们王家接亲呢 你家连一个使魂的 都敢在这插嘴 我女儿在自个儿家里 反倒不能说话了 这又是哪儿来的规矩啊 看来 我老婆子那两个 不争气的儿子 是在你们圣家了 行啊 把人从家里骗出来 禁锢 说出去 简直不敢按照 相信是你们 书下门第的作为 齐妈妈真是好口才 两三句话 就变成我们家的不是了 我是用了些非诚手段 你们王家 康家 他 今日恨我 日后却要感激我呢 感激你 我们感激你什么 王舅舅您还不知道吧 那我跟你们说 大约两个多月前 康府的齐二管事 经前客游大引路 识得了一位 偏僻道观的老道 那老道 平日里最擅长的 就是制作这各种下作的 药丸丹剂 平宿里 都是送到一些 见不得人的地方 这是齐二管事 和前客游大的共词画鸭 和前客游大的共词画鸭 这是齐二管事 都是我那不正气的儿子 他们男人家画画肠子多 你闭嘴吧你 你们康债的规矩都上天了 住人家说话 哪有你插换的地方 秦二管事 让那老道 治一种毒药 又不能用银针试出来 又要死得极快 这 那老道便说了一个古方 可用百斤出芽的银杏 练出几种的芽汁 只要吃下去 一刻钟就要了命了 是 母亲 这都是真的 闭嘴 我这个天爷 你知道什么 我的天爷呀 还没完呢 齐二管事得了方子 齐大管事 付了二百两定金 那老道便开始购入原料 因用量太大 零散的农户供应不足 那老道便寻了 四家偏远的铺子 将其废致的全年存货 一购而空了 这都是从那几家铺子 出货单上抄来的 还有经手掌柜的正言 短短七八日 那老道一共买了 一百十二斤生涯银杏 那老道日夜赶工 终炼得了三瓶毒药 那齐大管事又给了他 八百两个名字 可是那老道 只给了他两瓶毒药 自己留了一瓶 楚军就是这瓶 银杏 我家大娘子为表孝心 最近总是给祖母 送一些他爱吃的果子 可是那天他没去 反而康府的小厮 叫金六的送过去的 约着一个时辰之后 这齐大管事便将其护送 亲自送到了圣府 交在了大娘子的手桌 那就是齐大管事的证词画鸭 那就是齐大管事的证词画鸭 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毒药 我以为就是须两日的 我真的真的不知道 你把我儿子弄哪儿去了 你真够心狠手辣的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心狠手辣 是 我是心狠手辣 土二爷 土 快点 儿子 娘 娘 你怎么了 娘 我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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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现在闻着 是死是活 天呐 谁 娘 救救我 救我 娘 妈 妈 娘 娘 救我 妈 娘 救我 妈 妈 你 你 你究竟想干什么 供词您都看过了 人也都在这儿 若还有疑问 您就亲自问这些人吧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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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救救我呀 哥哥 哥哥 都是三妹妹逼我这么做的 都是她 哥哥 我 我即使逼你了 若不是你当时跟我说 你婆婆压得你喘不过来气 如果结果了最好 我能替你学到这些东西 就是 我跟着大娘子 我都听到耳朵里 她就是练习嫡妻妹妹 所以才顶而走行 你们这么诬陷我 你们 你们 怎么了 你们是想把这个事 整个的 都栽在我们盛家院里头 是吧 我 实在对不起妹夫了 这事的郑主 本是康家和盛家 妹夫有气我心里知道 可是 可别冲着我们王家来啊 我们王家对你 可实在是不错的 这话倒也不讲 我 能处我官之微薄 数字之身 又被远派离京去荒凉之地 多亏了岳母和岳父不嫌弃我 清眼相加 还将嫡女许配给我 这些年来 莫一直赶快在心 但今日 谦虚 好孩子 我原不在乎你是什么 笛子竖子的 就是 看中你是个性格温和 慈悲为怀的人 爹 若您要真想感激王家 就应该把这事分辨清楚 救王家一水火呀 这话怎么说 你为了撇干净你嫡母 什么鬼话你扯不出来 你给我住嘴 姨母在京多年 一直窜诺我们家的闲话 送个三五百两也就罢了 自打王家传言 要举家签回京城之日 那齐二管事 便开始四处去结交 会制毒的人 老太太您和舅母回京 我们一家去拜访那天 齐大管事 交给了那老道定金 在舅父回京 第一顿家宴之后 姨母就开始 唆使我们家大娘子 去买居放斋的果子了 你 决心用王家来脱罪 你这是要把全家百事来口 都赔进去啊 都 好啊 你们王家是高门望族 我们盛家是无名寒门 我母亲遭了暗算 我还得忌惮着王家 不敢声张追究了 妹夫 妹夫 什么忌惮不忌惮的 咱们是一家人 真是彼此固着脸面 怕伤了和气 方才大家都看到了 这我们家的人 都被打得选淋淋的 重刑之下驱打成招 这也是有的 是啊 哥哥 是啊 他们盛家就是想 把妹妹撇干净 把他们盛家自己撇干净 也没口子地污蔑我 刚才你们都看到了 他们抓了我左右之人 重刑拷打 那个不是选淋淋的 要什么供词要不到 我猜姨母会这么说 不过嘛 您说得也对 那万一是那些个小人 为了逃脱罪责 而攀骚姨母呢 六姑娘别是急上火 有些晕了吧 你这什么话 就是由小人盼灭我 这问题的关键 还是在于 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 这究竟是我家大娘子 害了祖母呢 还是康家大娘子 害了祖母呢 怎么 这如今 六姑娘在这儿当家做主了 谁当家做主不重要 关键是把事情弄清楚 才是上上大吉嘛 知女莫若母 请老太太您拿个主意吧 我祖母现在生死未卜 这事总得有个说法吧 爹爹 您说呢 谋害亲掌 天理难容 跑到我们圣家院里头 对我家母亲下死毒手 欺人太深 怎么也得说清楚了 叶母 您务必定住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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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救救我呀 我这些年受了多少罪 只有你最清楚 我心里有多苦 没有人能体谅 母亲 母亲 你一定要救救我 救救我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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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姐姐说了 这事只是一种叫人生病的药 我不知道那是毒药 我要是知道 我有这种胆子 我也想不到 我这种害人的法刺了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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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有事的 二儿子了得 女儿嫁入高门 社稷不会为难她的 母亲 可是我不行 我是不行 我真的不行 我放下那个没良心的 早就厌弃了我 我屋子的狐狸警 都犯了我死 我如果犯了错 我一定会被羞的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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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我的孩子怎么办啊 母亲 这边其实 可是你跟爹爹给我盯的 你不能不管人由别人处置啊 母亲 母亲 坏祖母 您就救救我母亲吧 明明是你 是你吓得多 你这么无耻 母亲 你一定要救救我母亲 母亲 我 你自笑被捧着长大的 你哥哥嫂嫂 你妹妹妹夫 还有旁的亲戚 但凡有一定半点的不顺意义 你就怀恨在心 让我和你爹对你的宠爱 你胆大抱怯 竟然做出这种偏离不容 秦首之事 我 我哄不了你了 母亲 你是要舍弃孩儿吗 你是要舍弃孩儿吗 你 这亲事可是你给爹爹给我定的 这些年我过得生不如死啊 如今 你要撒手不管了 你像哪有这么狠心的父母 你不能这么做 要是爹爹在的话 爹爹你父亲 他围观几十年 死在日上 万民散就收到了七八件 你看看你 一窗中一件件 你对得起你爹的赛天之灵吗 这回 我再也不能替你这样了 不然 我怎么对得起亲家的情分 小旭 多谢岳母主持公道 原来是为了亲家 我没有妹妹嫁得好 你虚儿子个个争气 你虚儿子个个争气 你虚有风光 我没有妹妹嫁得好 我如今落魄了 风险又没本事 怨不得母亲 瞧不上我 如今连骨肉至亲都要踩我一脚 你 我不如死了他 如今 让我禁止 快让我让我禁止 我家大娘子一时失了心疯 快让我 让我带她回去 先行活再滚了好吗 不好 大娘子先回去了 亲妈妈 你不能走 亲妈妈 咱俩个子没错 我认不及 你家大娘子 你陷害我家大娘子 就想这样走了吗 不许走 我不如死了 让他走 如今 让我禁止 快让我 让我禁止 我家大娘子一时失了心疯 快让我 让我带她回去 先行活再滚了好吗 好好好 大娘子先回去了 亲妈妈 你不能走 亲妈妈 咱俩个子没错 你家大娘子 陷害我家大娘子 就想这样走了吗 快走 放开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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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性 你大姨姐 如今是糊涂了 我认她的过 要打要罚 全都认 可她这么蓄死灭活的 嘲嘲掌掌的 也商量不了什么事 莫不如 组长她先下去 旁的是 咱们清闲的人来说 既然岳母都认了 那就 不成 那个姑娘若有话 也一起留下来商量吧 别三番两次的顶状长辈 不得无礼 并不是女儿无礼 只是女儿担心 不让银母就这么走了 那 那她要是跑了怎么办 什么叫跑了 你当我们王家是市井小贼呀 都是高门大户的 都顾着脸面 那可难说 下毒这事都能做出来 那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万一她要是真跑了 难不成 还让咱们盛家 满大街去替海虎公文去 那还真是丢脸 丢到大街上去 先去 你这女儿 倒是有规矩得很哪 对长辈咄咄逼人 我这把年纪了 她还有千百句话等着我 好 既然仪姐身体不适 我家府上还有多间厢房 那就让姨姐在府里歇会儿吧 我母亲尚且昏迷不醒呢 若是让祸首轻巧离去 我岂不枉为人子了 你先下去吧 旁的事我来说 我不去 我大人不去 你们是想看着我去死 她们盛家是想拿我的命 就给她们家老太太提命 母亲 好狠心 抬着自己的骨肉之气去曼好 放高尘 小哥先下去吧 我们自会去协调的 咱们盛家父女俩 一个说软话 一个说狠话 咱们不会帮我活的 母亲 你不能放给母亲去 母亲 你不能放给我 放给我 母亲 母亲 我们会想办法救你们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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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逆 天逆 是不得是不得 你这不只喝啥我吧 那年你来我家 我一见你就万分喜欢 好些人哪 都劝我说 你家是单薄 不堪托付 可我觉得你 人品贵重 干练又为 比我的儿子都墙上好些 后来你开口提起 我输不出的高兴 一口就答应下来 人都说 我这姑娘啊低旧了 可我觉得 依女婿你的财具人品 才低旧了 我这糊涂的丫头 当初都是岳母抬旧啊 才有了小婿 今日这番嫁业 您对我的恩情 我永不能罢了 好孩子 我如今心里 伪恨无奇 我没有脸见你 更没有脸站在你跟前 我恨不得 给你跪下 愿不愿不 您严重了 快快坐下吧 不 我还有脸座吗 你母亲 和我一起的日子 虽然不多 可她那品格 我再尽陪不过了 我已经在受了大罪 我恨不得一身相替 你母亲 是多么慈善的人 想来 她也不愿意为这事 让咱们三家从此反目 亲戚不像亲戚了 孤入也成了仇人 咱们三家 都是官场上有名号的人 携手向前 定是前途无限 若是分崩离析了 多少恨我们的人 都会强盗众人推啊 险戏啊 王老太太 今天听您说这些往事 我才知道 原来 您对我们圣家有恩呀 是您 一手将我父亲抚养长大 言请名师指点 教以科举重宝 聘妻生子 繁衍祖庙啊 你胡说什么 明明是嫡母 将我抚养长大 是啊 既然是祖母将您抚养长大 您也应该感谢我祖母 才是呀 岳母带我恩证 我怎能不知啊 可人伦刚成 万万没有放过 害我嫡母之人的道理 还望岳母见谅 贤婿 贤婿好孩子 那两个糊涂的 实事犯了滔天大错 千不看 万不看 看在我和你一过世的 老泰山的脸面上 你好歹宽幼一样 往后的日子 我们全家 我们全家 世宿斋戒 清灯礼佛 叩拜真人 给你母亲送经祈福 我们圣事满门 都感激祖母的深恩厚德 我们全家都赤债念佛 可是你也瞧见了 方才姨母出去之前 满嘴的恨毒之心 天晓得 她要去道观寺庙里头求什么 不咒我们圣家就不错了 就是 未从赎罪之人 她有何颜面 侍奉三清 大索拨台 那你们说 到底该如何处置 说呀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什么 这 这 你 六姑娘 你现在可是大着肚子的人 即便是积德 也得对人宽容一点吧 再说了 即便是我那个妹妹 她死上伤百回 恐怕你们老太太 也很难痊愈 为什么不能网开一面 非得让大家 这脸面上谁都过不去呢 不认识 不认识 这脸面上谁都过不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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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却各有不同 你怎么算想到这儿了 我们盛家是受害人 最多不过是我这个狄心大娘子 她引狼入室 最后落个吃茶糊涂的罪名 让人耻笑两年 康家是我那个大姨姐的夫家 最是麻烦 可我们人人都知道 这康大人和我那个姨姐 并不是那么的情深似海 若是为了舍尾求生 地址修书 把我那个姨姐给赶出家门 那康家自然就摘干净了 是吧 我那个外甥 我父亲绝对不会 我母亲是原配征绩 我父亲她不会 那她怎么没来 她 谋害亲掌是天大的罪过 罪大过错的是王家 岳母 您好好想想想吧 胡叔 现在涉案的两个妇人 一个是你们盛家的 一个是他们康家的 跟我们王家有何相干啊 盛大人 您为了把你们自己扯干净 可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呀 可他们两个都姓王 都是您的骨肉 您这两个女儿 欠案其中 一个糊涂直行 一个是主谋策划 这要传出去 以后王家父子的官生 会怎么样 说不得 连配相太妙的牌位 都会被摘下来 舅母 您那个义亲的女儿 还有您外嫁的那个女儿 这两个女儿 未来会过得怎么样 您都想过吗 说得是啊 此事非我盛家的过错 凭什么让我们 打落牙齿祸选分呢 依我看 就处置了那个主妇 你正家规国法 以后咱们三家 一起将这事捂下 之后风调雨顺 天下太平 母亲 不如住口 盛大人 你想得倒是挺齐全 我若不听呢 我已是疲乏得很了 若是岳母不能体谅 那要不就报官吧 报官吧 我女儿 到底只是你家的遗姐 撑死了 只是受刑流放 我们再多加打点 总能判得个轻判 别忘了 你家大娘子 也有份谋害婆母 她该是什么罪 等她定了罪 她的儿子女儿 对了 也是你的儿子女儿 这些人会是怎么样 你清楚的 母亲 为了保全姐姐 你想让我去死吗 姑爷是进士出身 熟读律法 儿媳毛害婆母 该是什么罪 以后长百长风 还能处仕途吗 卢兰华兰在福家 过什么日子 你想过吗 原来你真的不疼我 大娘子 大娘子 原来你真的不疼我 大娘子 大娘子 你不爱的 就是在我祖宾 因为谁疼啊 怎么真的不疼大娘子 你真的不疼我 我来拼 他把我害到这种田地 他也用我来拼 如果能救了 救个两全 我早觉得 早觉得你儿不疼我 原来都是真的 他真的不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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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许 这事本是一团糊涂账 你母亲是福大之人 并会化险为夷 此事就这屋的几个人知道 但你母亲醒后 连她也不必告诉我 免得她伤心病得更厉害 回去 我一定重罚我这罪过的女儿 你也叫你媳妇 好好孝顺婆母 往后咱们还是和美的一家 官场上还得互相帮衬 姑娘 你肚子里还怀着孩子 这么大的事 可别再费神了 下去歇着吧 你想赶我走 我告诉你 那不能够 我知道你孝顺 想为祖母要个说法 大娘子没养过你 没什么恩情 可大姐姐二哥哥 对你难道不好 我 我如果不是为了他们 我早就一刀砍死那毒妇了 还轮得到你来说嘴 是啊 孩子 我就知道你心疼啊 姐姐哥哥呀 他们可是你的骨肉血亲啊 不光是他们 长白的孩子 全哥你也抱过的 如兰华兰的孩子 你也抱过的 你忍心让他们 被这场过世牵连 断送一辈子了 你怎么来了 你脸色怎么这么长 长白哥哥 长白又回来了 长白又回来了 有长白哥回来 起三妹妹撑着 想必不会有什么事了 又丫头累了 姑后 快讲她服下去歇着吧 等等 这事还没完呢 如今家里主事的哥回来了 你是嫁出去的女儿 还管着孩子 娘家的事就别再操心了 这嫁出去的女儿 跟娘家没关系了 那老太太在这儿说什么 这丫头 以前装得温顺恭敬 嫁入侯府后 居然三番五次的顶撞长辈 想来是仗着顾侯的事了 这就奇怪了 我家娘子最温柔贤淑 跟个小高一样似的 老太太您到底做了什么 让她这么一个好脾气的人 都顶撞您了 她温顺贤淑 她怀着孕 开口闭口掉打要杀的 她温柔贤淑 我家娘子胆小 杀鸡都不敢听 打雷都怕 见血就晕 见伤就躲 这么一个人 都被你们逼得要打打杀杀了 看来这年头谁横谁说话 够了 顾侯这番做派 想是决意将事情撑到底了 我是一个外人 哪有什么撑不撑的事 一切都听盛家决论 是啊 长百回来了 她自有 儿戏谋害婆母 主师大不赦 按律力 轻则斩首 重则凌迟 你说什么 那是你亲娘 这下毒谋害祖免的 并不是我母亲 而是姨母 我熟知律力 告诉你 只要彼此心里有数血 对 但是她 是你的血亲 这世上轻货不轻 难说得很啊 这么多年 老太太为了这个 没有半点血缘的 假穷尽心绪 一片慈爱纯然非福 而姨母呢 那可是我骨肉相连的 志气呢 只明知一招事发 是急性之罪 只依旧匡骗我母亲 对祖母下药 真相报道 那我母亲当贴死鬼 怪祖母 去到三尺有经验 难道非要让天地神灵 斗吃这世上之人 尽是忘恩无义之配吗 你 你 你大义母亲 你亲母亲犯了 忤逆大罪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做儿子的 又能独善欺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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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独善欺身吗 自然独善欺身 这你这也可不可以 是不是 你呢 我现在要去 走 走 你这儿 你这是在这儿的路上 我已经藏你好了一份丝绳 那岩师的事情一晚 跟地上去 你说什么 你哭说什么 不可呀 不可呀 这是咱们家最有储蓄的一个孩子 你 你生家争夺 你 他能刺官 能刺官孩子好孩子 不能刺官 你四岁就齐蒙了 刀也用骨 晚也用骨 不曾 不曾耽误一日 天热长辉子 天冷长冻床 你都非要去学堂 是你亲脸累了你 我怎么这么蠢 蠢到赏自己亲姐姐的当了 你别忘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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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少许 儿子还有一肚子学问 既然不做官 还可以开一个书院 住口 都是娘不错 娘不好 我确认罪我胡法 流放打板的囚禁 好啊 我 忍 胡说 你怎么能上工厂呢 不行的 母亲 从今以后 你只一个女儿了 母亲 你为了抱权姐姐 连我的姓名 哥哥的官生 王家的地面 乃至孩子们 日后的前程日子 都不够了 既然如此 我也用不着 有个母亲了 我这是纵横谋划 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我怎么看着你真战够疼啊 难道 你们非让我死不可吗 那我就 替你家老太太抵命吧 又能替死 世上还要罪犯复法吗 你 你这个无名不孝的 我要死都不让我死 还要千刀万剐吗 好 好 我今天 就咳嗽在这厅堂上 母亲 让你们如愿以成 母亲 母亲 母亲不可呀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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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都闹成什么样子了 我如今才知道啊 我那个大一节有恃无孔 原来都是因为 有岳母在晴天护着 敞了小货 岳母给收拾 敞了大货 岳母还给收拾 这些年来 我这个医姐身上的人命 怕是不止三两条吧 舅兄 你给隐藏了多少啊 你 岳母 若不是你从小纵容她到大 何至于有这么多条性命 送回她的手里 行了 这工程上 咱们两家好好分说分说吧 大区 咱们全家上百口人啊 你不能因为一个人 就断送了咱们全家呀 母亲您醒醒吧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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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母亲 我 我 我 你看 板子不是打在自己身上 是不知道她 只要不是死了自家人 也是可以看他认知开 真扯到自己身上来 是宽幼也没有 是不是很好笑 你这几日定是没乖乖吃饭 只要我做木讨好 每天吃三五 老太太 老太太醒了 老太太醒了 老太太终于醒过来了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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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醒了 你别想回来 恐啊 他们远跌踏嘴 你该把儿子急坏了 你知道吗 你 baş sich Pres handcuffs 你知道吗 怜妻 노�ns 你闭人 甚至哧 没事 喂 老姐姐,你醒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老发,你来看我 谢谢了 大娘子别伤心 我醒了 白哥怎么回来了 正好颜睡的事情完了 三儿就回来了 见祖母醒过来 三儿也就放心了 明儿 别哭 我老了 你终有这么一提 没什么 你搭着肚子 不许哭 姑爷 你管管她 您孙女事可管不住她 多亏了您好起来 身子骨硬朗 替我好好骂她两句 老太太 你能自行吃药和进食吗 只要好好调养就给你康复 主位 你不必太忧心了 感激呀感激 行了,家里事多 有物 有物 好 多谢先生大人 我一一都记在心里了 您回去好好休息 以后有什么事 只管向侯府吩咐 夫人申谢先生大恩 不好夫人 严重了 严重了 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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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小孩的 有些贪吃不肯忌口 那是糕饼吃多了 非常不稠利 多养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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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 sounding too 上级号 热地 你可以避养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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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说想见见你 慢点 我都知道了 崔妈妈瞒不过 就都告诉我了 好孩子 哭了你了 我也是抛死了 两匹马回来 好 好 这我就放心了 以后 就算我真闭了眼 我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 祖母王 您别说这样的话 您 您好好歇歇 等您精神点了 再说 我爸到那时候说 就完了 姑爷是个 抱脾气的人 也记仇 李大这肚子 让这些人欺负了 他是一定会要 要康王使命 他下毒害你了 自然要他的命 傻孩子 要他的命简单 可你下光一样 日后 我们和王家 还是要做亲家的 就算抛开 抛开这一层关系 不做亲家了 也忘了 王家还有一个 配下太妙的父亲 他人虽不在了 他人虽不在了 可千丝万缕的关系还在 干狗入穷乡 必遭犯事 那又怎么样 让我就这样放过他 我不干 好孩子 昔日向雨无敌 韩信失眠埋伏为他 却一定要 网看一面 有个空子 不肯将局为死 你倒是为何 怕笑语背水一战 搏命一击 对 是要叫拜君 看到什么的指望 才不会背水一战 构机跳墙 如今 姑爷在外头查严顺 你在里面 拉着肚子 宫里 太后 后世单单地盯着皇帝 皇帝 却仰仗着咱们百个儿 和你家姑爷 查清言睡 才能赢得这一局 如今 他们共事为妻 擅自回敬 追究起来 已经是一道罪名了 妈 我心里恨他 他欺负你孤身一人 要吓得多害死你 我 我 我还不能要杀他一千刀 一万刀 不然我这一辈子就白活了 祖母明白 祖母明白 你祖母已经醒了 为什么非要揪住你姨母不放呢 要么打板子 要么就内狱 你母那是贵人出身哪 一辈子油皮都没破一点 怎么能受得了打板子啊 板子要打 内狱也要送 你 祖母姓刘姓母 一是苍天油眼 佛苏保佑 二是太医悉心医治 和姨母有什么相干 姨母可是铁了心 要治人死地的 主要这么放了她 日后还有无穷的祸事要闯回 管教子女虚言 考验品行虚科 这么简单的道理 难道外祖母 不明白吗 可你祖母终究是活着呀 此言差矣 人都有百种活法 我们家老太太身子骨硬朗着 本来可以活到一百一十八 现在只能活到一百零八了 本来可以听曲看灯 上山礼佛 现在只能靠着汤药过日子 这种折损怎么陪呀 是呀 我们全哥都没有祖母陪着玩耍了 夫人说得是啊 朕姨母能活几何 咱们也不知道 不能数着日子让她下黄泉吧 我觉得 把该打的板子打了 补偿了我们老太太的痛苦 把该服的内浴服了 补偿了我们家老太太卧床的困顿 咱们没占点便宜 你 你这话也说得出口 更难听的话 我还没说出来 你们家处置我母亲倒是利落 那你们自家大娘子呢 轮得到你说话 我娘对祖母不敬 生了不孝五蜜之心 自然也该受罚的 之后她会求神拜佛 为祖母祈福 是吧 不是 我 我打算在后屋 开辟出一件死 不在加州 不是 我知道我过错不晓了 我就去郁清堂下面 也不在京城 母亲要赎罪 要认错 就要拿出个认错的样子来 要回老家幼阳区 在盛世祠堂里 修行 吃债 拜佛回国 除了封印过剑 母亲一步 都不得离开祠堂 这 这不是坐牢子吗 我那错还不知悔改 不肯受罚 若不如此 我却无言作怪了 你 你要要挟谁啊你 家里也不成 京城也不成 那就去郊外 去乡下装的 都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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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非要回 又阳老家 我那儿人生地不少的 我知道 母亲是瞧不上 大伯母娘家伤务出身 对她冷嘲热讽过 我 要母亲回到又阳 就要受大伯母前置 母亲自然不肯 可我觉得 非得 非得让母亲离开我 到一个处处都难受的地方 才会细细想一想 这个家里面 这么多年 这么多人 这么多事 到底谁对谁不对 对 在叔父的地方 是静母家信念 那要去多久 十年 你 你还是个不孝的东西 你 你 我 我 我当时还不如不剩下你 不剩个耗子出来 你这个不孝的东西 你这个孽障 孽障 表弟现在满意了 刘妹妹 你身怀六甲 后头行刑的事 你就不便看着 好 都害死了 该回去歇着了 对 我们都累了 今儿我抛死了两匹马 对 咱们走吧 好 怎么是你出来说话 怎么是你出来说话 你父亲哪 要么大帆子 要么刮内狱 你们想两个都占了 我还没死呢 那天 冬肉 在 来人 住不来 起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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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你可吓着我 你向来问他 这次怎么这么活得出去 一定很吓人的 你哥哥 收到你嫂嫂寄来的信 我拿来看了 威风娘家 怒斥生负 强行抓人 你真是奋不顾身的呀 朕打是我以前见到的那个 明哲保身 从来不犯错的命案呢 我这次 恐怕给你牵了许多麻烦 你又能带我下着 我心里头就只有一个念头 我还护着你 康家这个 一直窜着挑拨我们家的事 可是大娘子的现实作风 我们家谁不知道 总我整天装弄作业 说两句也就得了 但是 自从那塞窃之后 总你真是为我着急 为我生气 又门又夺权 还发了大娘子 在人来人往的地方跪着 可是这大娘子这一辈子 最挣钱好胜 她要是孵一点软 但我父亲那 早就没了姓林什么事了 真的是 这大娘子太狠心了 这才叫贼人有其可成 这么说 人家也是有儿媳孙媚的人 最起码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其实归根结底 从我这心灵垂危 还就是因为我 她就是太为我操心 什么事都被我想着 受她一大把年纪了 本来是因为 想儿孙之福 也 舒舒服服地让她过日子 不应该让她再操心 但是你说她这么大岁数 快说这么多岁 我这当孙女的真是心疼的 你怎么回 你怎么回事 那我呢 那我呢 别担心 你不得太爱我了 心里难受 丑女人 乖 梵梵梵梵梵這個 来 天了 再哭就要坏眼睛了 我要哭十年才好 他要我去十年 藏了天了 藏了天了 不如索星现在就杀了我 姑娘 这个孽障 我怀胎十月生了他 他狼心狗肥 一心只铺在寿安堂 难道他是老太太生的不成 姑娘 你可不是康王氏那种人 可以甩手就走了 带老太太好起来 你还得在她跟前扶持的呀 以后老太太再怎么说 怎么做 都得千恩万谢地受着 所以 还不如狠狠受一顿罚 带几年后回来 事情过去久了 你也认错了 受罚了 总能抹平了 我犯了这么大的罪 能抹平吗 我小老太太 不是个心硬的 何况 只要您受罚了 主君和百哥心里就有数了 更何况 也不能真的让百哥辞官呢 他爱辞就辞 决拿这个来要挟老娘 话可不能这么说 百哥 是个得圣上主隽的 别说大娘子你了 就是主君和王家 也都指望着哥呢 没瞧见 哥也说不做官了 连咱们王家老太太都慌了神了 再说了 你难道指望封阁去做官吗 等他官做得大了 再给林小娘那个贱人追风告命 你贱婢 埋了土里也没有这个金领 对呀 大娘子明白就好 咱们回右洋乡下 就当去保养身子 只要百哥 官运亨通 前程大好 那老家哪个敢瞒带你 要真是大白娘子他们 为何您那点旧约 对您不好 你就问他 您有几个儿子姑娘 跟咱们哥会儿姐 这么有出息的 不 可 可去了那儿 人生地不熟的 就我自个儿 老天爷呀 我陪娘子去 那怎么行 你这么体面的管家婆子 去乡下 你怎么习惯得了 我这种粗人 有什么不习惯 儿女都长家了 没我也能过 孩子他爹 替大娘子您管着妆子 我就陪您去念经 拜真人 再说了 你这么好的大娘子 怎好少了我这个忠心的 狗腿子 我真是猪油糊了心了 眼睛也瞎了 你仙头跟我说的话 句句是两眼 我居然没听进去 大宗王家 我就陪着姑娘 到底嫁过来 成了大娘子 几十年了 不哭了 咱不哭了 咱不哭了 咱上外套转转 散散心 你瞧天气真的不错 走 好 好 好 你严税的事办完了吗 你总算是想到这关了 难道 我也是私自回京 你哥哥收到了你嫂子的信物 才看了两行字便来找我 我才知道你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 你 你跟我哥私自回京 这 这要传出去能可是大罪呀 你紧张了 我当然是紧张你了 你 老婆 幸好现在王家出事了 也没人敢私出张扬 如果被他们知道你们私自回京 那这事可就不好掩盖了 不用担心 你关着我有的是办事 我们走之前 已经跟黄王交代过了 就算陛下知道了 大不了说我两句 不放声 我知道家里出事了 我知道你出事了 我恨把他插着翅膀飞回来 我也顾不到这么多 那你先麻烦了 我在回来的路上 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的嫂子 知道给你哥哥写信 你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却不给我写一封信 这事发生得太急 我太快 我就没想那么多 不是 是你压根就不信了 你不信我会为了这事赶回来 也不信我会护着你 更不信我为了这么大的事 我会豁出一切去保护你 对 我是不信 我可以把自己的前程豁出去 我不能把你的前程也豁出去啊 那你嫂嫂怎么就会把你哥哥的前程豁出去的 因为他没把你哥哥当外人 他没有左部右派 他没有仔细盘算 他也没有小心翼翼 明兰 你是不是太界外了 你和我哥哥不一样 他挤万千宠爱于一身 做什么事一直都是顺风顺水 你呢 你现在好不容易过了一些安定的日子 立了一份积业 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你 你想着我 我也想着你不就行了吗 自然是很够 可是 我还有点贪心 来 你有没有特别烦我的时候 有没有特别恨我的时候 恨不得咬我一口的时候 咱俩能不能吵一架 你就像 你就像你那个嫡母一样 撒泼打滚 咱俩试一试行不行 我不太明白你 我真的不太明白你 那个卫航手是对你这样的 什么卫航手 我 你怎么扯到卫航手头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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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那王八大哥哥跟你说了些什么 我省下被你带歪了 那个 你 你跟我二哥哥 你们两个白天不要随意走动 等天黑了 赶紧出城 好 我不好了 weather 昨天夜里 把康家的板子打完 王老太太看见血了又心疼 不肯画鸭送内遇 康家表达 跟你哥哥动起手来 被押了出去 今天早上 则承特意去了王家找老太太画鸭 我 她为人小心谨慎 应该不会走入风上 我那个哥哥也是 脾气直扭得很 要不 那我就去找康家事 不行 你万万不能去康家 要去也是我去 哪怕把刀架在 康大人脖子上 我也给你把花崖拿回来 你这身子骨骂 去找康家万一有什么冲动 你可不是急死我 别急 我不去找康家说 我去找我父亲说 岳父 岳父这个滑不留守的人 他会去找康大人 他不过去了 你说说这卫行手 长什么样子呢 这我哪知道啊 得问狼军们才知道 下次买个菊 一见便知 大男子你说真的 不成 托二爷也是侯爷的人 左看右看 但凡是个狼军 都通了侯爷的路子 那咱们找外款式的 不成 不成 我不能全信 说不得把柄就给了别人 不然找老太太想想法子 你当我傻吗 是不是嫌我太久没被祖母罚了 我是觉着以老太太能心性 说不得不担不挡 还要笑着前往后合帮着去买橘子呢 我 我想起来了 余大娘子曾经教过外号手针线的 是呀 我可以血腥问燕燃姐姐 她定然是要笑我的 大娘子你继续慢慢说 我在外头等着 你自己闹出来的事儿你自己去收场 我不替你去扛家 商人这么好的休息借口 你那个姨父啊 她是要在家里头放炮着的 她怎么会以丈夫的身份去牵个鸭 送她进内狱啊 你要知道 真进去了 她可就休不了气了 姨父房内有围性巾的小女 颇有手腕 不但有儿有女 且宠爱十数年不衰 正头大方的问题 关于个小妾什么事 爹爹此言诧异 不论这姨母是被休还是仇死了 姨父正房无人 必然要续闲 若娶我回味年轻貌美的 您说这金小娘该如何自处 这位小娘她最想看到的 是你姨母这个正房娘子 名存实亡 这样既可免了新娘子进门 又能在内宅当家 子女受贿 是啊 送姨母进内狱 又用不着敲锣打鼓的通报 只说 去庄子养病去了 可保三家严命 这不可能 姨父不会肯听一个小妾的话 这金小娘不光有枕头疯 她还有仇恨 她只有一个女儿 还被康义妈送到康老王爷身边 做妾室去吗 真的 是啊 要不说这康义母自作孽 如今强倒自然众人推 这老公爷都七十岁的人 弟弟 您和这姨父说 若是王家执意要保住这姨母 而爹已体恤岳母年老 就快要被说服了 我 我若是被说服了 那此事就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她就休不了戏了 是啊 要么就是一个清白无辜的姨母 施施然回去 要么就是签字画押 送恶父进内狱 您说姨父会选人的吗 那还用说 你怎么算得这么近呢 我这么闹 我也不是为了自己 也不光是为了祖母 还是为了咱们盛家呀 是为了 你说喂就喂吧 这件事此时发作 理在我们 若以后再说 说不定 父亲您会背个 戴曼嫡母 忘恩负义的名声 亏得此时闹开来 不然 待祖母百年之后 别家俩再说事 咱们就算不死 也惹一身衫 别家 那别家知道什么呀 别家现在不知道 那日后呢 若是和盛家有仇的人呢 花红越好时 自是无人提起 可万一 哪天盛家也有了关口呢 这么好的一个把柄 为什么不在最紧要关头的时候 插上一道 你怎么知道康家这么多事 我还知道很多事呢 我还知道很多事呢 我最近呢 一直在想一件事 我这个乖巧的女儿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喊打喊杀的 连眼都不眨一眨 我方才突然想明白了 你不是变成这样 你一直都是这样 你装得真的是很好 父亲 我从来没有因为你的博代而怨恨 也从来没有因为你的冷漠而生疏 我觉得女儿做到这份上 你也该满意了 鉴于你的放纵 我的亲生小娘才被人害死 我这个人 对我好的 我始终牢牢记的 就算豁出去性命 我也会报答人家 可父亲 你还记得我小娘吗 她如果活到现在 该有多大年纪 她的生辰是什么时候 她喜欢什么颜色 喜欢吃什么 我那时候很忙 我忙得很 可是我记得 我不光记得她的 我还记得父亲你 我远远比你自己还要明白你 我明白你看重这家族的兴衰 我明白你不在乎宅里内斗 我明白你的才华和能力 虚伪和冷漠 我更明白你手术两端 左右摇摆 只有最核心的利益 才能打动你 父亲 咱们这一家人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 把日子过下去算了 何必追问这么多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康王氏 放在家里养伤 终究是个累赘 许严加看守 万不可懈怠 照我说 还是早早地 送去了内狱为好 过 他如今有伤 送去内狱非死不可 那 王家和我们 可就接仇了 六丫头 六丫头 你累了吧 累了就回去歇着吧 别强撑着 那对你身子骨不好 苏母 你有没有见过 咱们汴京城里的杭手面 没事没事 好 你官人和你二哥哥 不予在家再住了 宫氏未清又无宣帐 他们私自回京 又带着一对人猛 谁参奏上去 都是大事 对对对 宗主说的事都 事都已经了结了 这个父亲已经拿到了康家的文书 二哥哥也拿到了王家的文书 那尽管丑事就让他们走 不要丑事 也太深 街上行人聊计 他们一行七八个人 且都是壮汉 城门上计划认不出来 又有王家 是 宗明说的没错 嗯 那让他们天擦黑了就走 反正出城的人那么多呢 嗯 随吧 我越想越觉得是的 是不是你跟我娘子踢卫航手 这么多年了 我跟卫航手的关系清清白白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跟他踢卫航手干什么呀 弄弄我们家鸡飞狗跳的 你不就想让他召集你吗 这下不就行了 他定要四处打听卫航手 不正如你人 驾 驾 驾 盛长白 你是不是见不得我好呀 你妹妹跟我闹起来 我饶不了你 驾 听说卫航手小令写得好 词也唱得好 武林春意许名动金筹 自己还会写词儿了 真的 都说他品性贤静洞悉人心 无论谁有什么烦心事啊 去了他那儿都能安定不少呢 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白日去外头 我向师妹打听的呀 你跟师妹说 那不等于侯爷就知道了吗 侯爷终究会知道的呀 是 顾侯和上大人一行都已离京 想是依旧去了南边 拂歇还望了 真是还没完呢 他们倒是来得快 去得也快 不但五召回京 还带了一对人嘛 是一对吧 是 一行七八个 都是精干壮士 是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简直无法耳听 顾侯是嚣张了些 陛下也别生气 这个混账东西 简直太长口 陛下 还是别生气了 小心又头疼 好 好了 你先回去吧 厚越的疯子呀 整只猪狗一样地骂个不轻 害得我们呀 辛辛苦苦地送饭 连我都一起骂 真是作戒呀 要不 你老尽快 那醋回来活我去干 行行行 你去干你去干 你就在那枝里 别摔着我去干 你老尽了 你去干什么 我去干嘛 你去干嘛 太热了 您 您竟敢用这种 中稿不实的东西 来给我吃 您要在打饭这时刻 今天没东西吃 明日没有 后日更没有 大娘子 自己颠养这儿办理 我爹是三朝元老 佩想太妙 您竟敢这么遭及我 你竟然吃这些东西 我看你这腿上也好得差不多了 过两天就要去内狱 到时候连着白米都见不着 只配吃糠 好 好 好 老家 老家 当心 当心 当心大愤 我绝对不会去内衣的 盛明来 你是个小贱人 我爹是三朝元老 黑翔太妙 我绝对不会去的 抗尼玛的贱 胆敢毒害祖母 千刀万你寡都不为过 就是咱们几个 怎么都不知道呀 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是父亲和二哥哥 一手做主的 能瞒的都瞒了 三哥哥院里头 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是吧 这我们也是母亲 让刘妈妈来找我们 才知道的 看姨妈这个毒妇 我现在恨不得 打她一顿才好呢 喊男喊杀的 你还大得肚子呢 我瞧着 可能这两日也就快要生了 六妹妹 你说母亲这个事 是不是罚得太重了些呀 我这都要生了 她若不在 我还真有些害怕 能不能让母亲 晚些日子再回又阳啊 五姐姐你应该去跟二哥哥说呀 大娘子这事是她一手定下的 连父亲都没敢多说一句 那不如 你去帮我跟二哥哥说吧 你一向是家里最小的 二哥哥也最疼你 二郎与侯爷交好 不好连他的情面也泼了吧 说得也有道理 要不还是先去问问祖母吧 毕竟被毒害的也是她 挣扎在生死边缘的也是她 两位姐姐去问问祖母 看看她老人家 究竟想不想见见那大娘子 不提这些闲事了 我瞧着你们俩这肚子都大了 瞧着算是日子 如来还能生在你前头呢 听说五姐夫亲自去问 本婆的事了 我姐姐这日子过得实在是不错呀 她不成 也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只要我那婆婆不整日白捕 叫我到太阳底下去占规矩 其他的都还好说 都说婆媳事 考归根结底 都是夫妇事 只要五姐夫心里明镜似的 那姐姐也不会这么遭罪啊 谁说不是呢 还好你没有亲伯伯的事 不过我瞧着这侯爷不在府里 你还是多当心些 他这话说的可对 今日发家单局的事 你就该早点告诉我 让我来替你操办 你还亲自操劳 上边气队孩子可不好 多谢姐姐关照 其实这都是早半年 就谋划好了的 不妨事 单局是我新夫人 也必定是要从侯府嫁出去的 如今我还能亲自操劳 这也是主婚的一场缘分嘛 大娘子 时辰差不多了 单局说要拜别大娘子 这是生气 这里面是问题 我里面都办妥了 以后你就拖了贱戒 是平头的良民吧 要好好的 别哭啊 打洗的日子 妆都哭哗了 记得那时候吗 姑娘你才爱吃玫瑰酥饼 还总安 坐在廊前的 从蓝上看着我 是啊 还连夜 你随步给我做了个不兜子 系在栏杆上 怕我跳下去 可是那个兜子坐得不牢 裂开了 还姑娘也摔了一大脚 后来 后来 王妈妈就说我 在姑娘坐得不稳当的时候 不但不劝着 还竟出所有主意 你说要罚我 我骨头摔疼了 躺在床上躺了三天 你就在床边哭了三天 等我病好了 你倒是倒了 但是 后来 姑娘就答应我 再也不掉栏杆了 你还让我拉钩做宝呢 姑娘 我是真舍不得你 你 你好好的 你以后还要生儿育女 和和美美的 那我给你磕头吧 快起来 快起来 好好的 好好的啊 别哭了 这种都哭花了 你看看 来 请叫 来 请叫 好好的 既然你这么不舍得 为何我不把她留下来 找一个 有出息的管家嫁了也好 她和小桃都是从小跟着我的 只要她能嫁得好好的 我也就安心了 嫁给有出息的管家 也是恩典啊 没什么不好的 你素质里对他们那么好 她看见你如此难受 应该自请留下来才是你 你行 行吧 就不知道你别胡说 她虽是胡说 但也是为你着想 你身边女士这么多 倘若每个都出嫁 你都这么操持一番 那哪吃得消啊 也就她跟小桃吧 听说前日里大姑娘和五姑娘 都在顾家待到了黄昏才走 就为了送一个下人出嫁 一个下人出门子 一个侯爵夫人 两个贵卷去送嫁 说出来你信吗 这奴婢可想不出位上的 家里风里雨里的 人家都知道 担满我一个 乔哲是不把我当盛家的女儿了 嫂嫂 那梁家也是个是非窝 如今我膝下无子 知难立足 还望祖母能帮忙牵根线 让贺家老太太 这个复刻圣手替我看看 若是我注定命中无子 我也就认命了 听说梁家六哥 一贯是对四妹妹最好 妹妹这么说 可真羞她的脸了 嫂子还是你命好 遇到我们二哥哥 这么德才兼备 我那边的苦 说都说不出口 你我都是妇人 我倒哭出你明白的 妹妹也不必过分着急 不管哪个妾室生了孩子 也都是你一下的呀 可能 可能是我们父子女原浅吧 这些年妾室通房的 近一个都没留下 前两年好容易有了一个 也没养活 我家官人啊 到现在想起来 都长虚短贪的 嫂子 你就可怜可怜我 刚才我见父母一个 都是自家人 说什么可怜不可怜的 可惜祖母日里头病了 不知要消养到几时呢 便没得耽误了四妹妹的事了 还是让梁家顾业下帖子 请大内的孕医来瞧瞧吧 祖母我病了 这是怎么了 我更应该去瞧瞧 不妨事 年纪大了 五股杂粮 哪有不病啊 歇息歇息就好了 四妹妹 天色有些晚了 你见见兄弟就回来 走 走 这咱也要倒 妹妹你嫁进梁家之后 这风雅之事倒是日渐静静了 自打我嫁进梁家 竟好似不是盛家女儿一般 家中事情一概不知 就连祖母病了 都没能再跟前镜像 哥哥 祖母究竟是为什么病了呀 爹爹的请假文书里 不都已经禀报官家了吗 怎么你在梁家没有听到 说是家中有小贼盗窃 惊吓了祖母 以至疑病不起 可我不信 这有什么不相信的 若真是祖母病了 王若福怎么会回又养老家 你都不疑心些什么吗 哥哥 自打小娘去世以后 这世上就剩你我二人 是骨肉血清 你究竟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呀 也不止救我一个人 这不还有这孩子呢吗 这是我第一生女儿 也就是你侄女 咱们还是热热闹闹一家人 行了 咱们那勇毅侯府独女的祖母 什么场面没见过 能被一个家中盗窃的小贼惊着了 你若信了这话 便是真傻了 我看 也不用考什么科举不科举的了 妹妹啊 咱们这样的人家 知道那么多有什么好 你要是喜欢就经常过来看看你的纸 咱们也算是团聚的 我瞧着你啊 就是被你屋里那一个丑媳妇 搅得心肝啊脑人都没了 你想想你以前 跟那些达官归人公仇交错 何等风光啊 如今骗窝囊在家里 才得一个橘子 我和小娘都是何等要强的人 怎么有你这么一个窝囊哥哥 还生得这么一个丫头骗子 也不知道你得一些什么 有了这个孩子我就都满意了 可我瞧妹妹你 就算是做到了伯爵娘子 也高兴不起来 堤娘子 偿 ye 你 朝霞伴迂 风雨啄不透 一人共唱笑首 抬高冰泪难流 经书送把墨回首 舞语随可透 昨夜雨树风舟 农水不消残酒 试问钻裂人却到海淘依旧 聚风 聚风 饮食绿飞红手 昨夜雨树风舟 农水不消残酒 试问钻裂人却到海淘依旧 聚风 聚风 饮食绿飞红手 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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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食绿飞红手 聚风 是多少 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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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海 vir邪 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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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ост